酒吧業界早前提出 客人可以喝一口酒 之後戴上口罩 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擔心 這樣比吳大更高風險 行政會議成員張宇仁說 雙方未必在說同一件事 我的說和他的說可能不是在說同一件事 可能是蘋果和橙 我們的說法就是 那個人客未走 而他又不是喝得很頻密 喝得很頻密當然脫下戴下也沒有意思 但在酒吧甚至在食肆 你很久才喝一口茶 情形之下是否可以戴上口罩 然後再去說話 喝的時間再拿下來去喝 就不是全程我還有些東西剩下 我就不去戴上口罩 跟他說的脫下戴下脫下戴下 是否就是脫下戴下和你完全不戴 是哪方面的風險高 如果你覺得這個風險高 我們便不做 他說飲食業界願意行多一步 八月底曾經與政府開會 提議用熱水清洗碗碟 分開傳菜和清洗碗塊的員工 及限制客人在兩個小時內離開 但至今政府未有任何回應